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今星期大賽一浪接一浪 不是香港,而是英國 一年一度的皇家瓦士谷賽期 星期二會展開 當地的一年五日都會跑馬 我們這個皇家瓦士谷賽期 今年厲害了,就有三天 皇席錦標賽馬日 瓦士谷金杯賽馬日和鑽喜錦標賽馬日 即是香港星期二、四、六 都有月亮直播賽事看 今集的主題,我們會說三場賽事 兩場是星期二、一場星期四 星期二兩場是皇席錦標和女王安妮錦標 另外,星期四那場是瓦士谷金杯 三場都是一級賽 一說到輪戰,我們不齊腳 真是挺兇驚的 做功課,可能要齊齊做才行 沒錯 節目的兩節 我們第一節先說王席錦標賽馬 主題賽事王席錦標 這場賽事出馬 歷季也多了 今季也不例外,21匹參戰馬 不過預算是預算多馬 而且人馬踏襲 尤其是第一天的賽事 你往往都把握不到 到底是內蕩、外蕩還是中間 我們不是沒見過 獨掌全權突然在內蕩的位置穿上來 所以,以往第一天 因為場地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通常馬都會先集中中間 然後內外蕩分別在內外蕩偷位上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按理,王席錦標也在第三場 所以,場地相信影響未必太大 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我想到跑那天也要不要玩 浩然你入地下就是當天的場地狀況 因為現在是挺尷尬的 先預報一下 當地有些娛樂 幾天都說是有娛樂 下雨之後會怎樣 還要第一天,真是難處理 但問題是那個狀況 那個預測才會激死你 good to solve 差很遠 很遲到遠地 其實位置很大 中間有個黏字 很大 怎樣都好 問一下就和賈士哥的1000米直路 我們說這麼多,很立體 但看圖就不能看什麼 因為直路只有一條 所以這條直路一直很嚇人考 很嚇人考 又下又上 我想如果你純粹看直路 平面看上去就沒什麼看 但其實阿士谷馬場的1000米 比1200米更好 因為1200米上完之後 下落後再上 只要下落後再上 起步就下落 對,下落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這點 1000米和1200米 大家有份參與 接下來便會來 不是那一場的意思 所以特點是 如果你夠快的馬場 可能你拍了1000米 前面那一段可以走得快一點 我們近期有些參戰馬 我們每年都是 看黃石錦標之前 通常都會留意多一場 在五月左右 神田錦標 這場賽事都有參戰馬 還要一二名出現 有利可圖和麥加天神 兩匹,怎樣稱發 它兩隻就好像在那場 扔掉了對手 你說輪到銳器有利可圖 好像更厲害 因為他連再之前那一場 黃工錦標也讓他贏了 不過就是這樣 你怕不怕他真的會用得多 因為四、五月的時候 不斷用 不斷贏 不過但是這樣 黃石錦標的重要印競賽 只是這兩場 黃工錦標和神田錦標 我印象中很少的馬 是贏了這兩場 沒錯,他可以做得到 後面也有幾隻馬追上來 例如維藥谷 另外就是珍珠奧秘 都是很熟口熟面的馬 但要說一點 神田錦標贏了馬 我查紀錄 十多年都沒試過在黃石錦標贏得到 或者跑得好也少 這一點就要小心一點 不過我覺得有些不同 因為往年的神田錦標是大混戰 五、六隻馬一起衝線 贏了那隻可能用力跑得不好 但今年這一隊 一、二名是全失敗的 尤其是麥加天神 他本身是一級賽冠軍 南索浦錦標冠軍 而且演出都準 兩隻馬比較 其實我覺得也不可以太看小 正如剛才所說的 有利可圖是少數連下皇宮錦標和神殿錦標 到底他是否真的有個人之處 可以打破這個宿命 有這樣的機會 至於麥加天神方面 如果大家不羨望的話 其實去年這場索浦錦標是有份排位的 是的 去到跑之前那天才退出的 其實當時已經非常受注目了 那時是未贏南索浦 然後贏了南索浦 然後你今季看到 今年復出只跑了一場 就在上次神殿錦標 這樣跑法 按理用力就不會太多 今次將馬虎頭指著這場 我相信這個機會也相當大 不過我相信他們要面對一隻 多強的外隊馬 我們說的是那隻雅卡普城 因為這隻雅卡普城 其實不是第一次過來跑 阿斯科的馬長城 你剛才說南索浦錦標 這隻他跑南索浦錦標 輸給麥加天神 但當時他只有兩歲 兩歲同年長馬虎跑第二 不過顧之然 因為我們過往未見過 例如經濟地打 以前也是在兩歲跑 因為那場是大洋榜 但最重要的是 他在去年的阿斯科賽期 他過來跑 那場馬尼環索錦標 是跑得非常好 相信甚麼呢 就是相信連馬斯華特的部署 因為這位連馬斯很喜歡帶馬出去 而且很喜歡帶馬來的英國跑 我相信以他的部署 是很刻意利用他的三歲黏馬身份 在獲釀榜的優勢 其實他同樣地有報 星期五那場CMF級 但你說這場跑得好 我也不會看見後面那場 也沒有這個必要 而且我也贊成 現在外隊馬去英國 你真的要小心點 你看連葉森打比 都被外耳南亞攻陷了 你可惜而知 其實我真的覺得英國本土的馬 可能因為習慣了 連年都這樣跑這場 年紀越來越大 那麽彩依也相信 也是古魔亞彩依 不要把他當作外隊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些舊的那批又怎麽辦 還有獨掌存權 或者我們見過的黃金網、門鳴 甚至在美丹賽期 杜拜賽期跑得叫接近 突出沒有 就不太說突出的重臨貓 全部都有在這場上 他們又怎麽辦 是否真是很厲害呢 這一群馬 我們在杜拜見到 他們就好像自己糖水滾糖 而找個中立場的樣子 總之 最後看完這個尾單短途賽 當時這場都已經輸了 被快爾贏了 已經暈倒了 然後遇到別人的 援衝之計 都是一放出來 你完全追不到 你可惜而知 你有多厲害 我連第二那隻都失望 不要說重臨貓 從不來就算了 給小籽口 他一筆離場地 傲天進 年輕一點 都不行 沒有 其實剛才你說過 我們說過幾隻 這場都是在後面的堆 如果你對今年 阿翔施短途錶的水準 多少質疑的話 他們水準只有更低 如果你說這幾隻不行 是否要把鏡頭 看他的外隊馬身上 有時候我們就很熟悉 再遠一點 其實對我們來說 有了 謝莫怨勞勤 是來過香港的 是蒙古周末 因為蒙古周末 在香港 重視香港短途錶壁又輸 包主席短途錶又輸 但是 因為你跑王籍 直路一千里 有兩回事 就是他離開 總之 香港短途錶 這場我覺得安常人的發揮 是非常之不堪的 不知想怎樣 不知想怎樣 但回到來他是追 那倒是壞的 所以我覺得 正如剛才節目開放的時候說 要是跑王籍錦標 跑一千米 起步就會先下斜錶 所以對這些前速快的馬 是有一點好處 他有機會先走出來 因為當年我們香港的金德寶都差一點 所以我覺得蒙古周末有些機會做到金德寶做到的事 所以還要是美國馬 那些速度 我想怎樣都比歐洲那些 所以起步之後 又是霸道靚位機率很大 直路不用想太多 轉彎就怕他要轉出去 又不知擺上擺下 直走就行了 希望是這樣 馬就多 好像選擇下手的馬又不多 如果跟大家分享 是否都是以上的幾匹馬 其實也是 我自己也是喜歡 首先那對後喜之獸 就是有利可途和麥加天神仙 然後就要留意這隻蒙古周末 我自己最喜歡鴨卡普城 在部署上不是帶上頭 我想都是因為磅位 在繼國的形勢 另外再選擇在神殿錦標 跑三、四名那一隊 虛懷藥谷和珍珠奧鼻 為甚麼會選擇這一隊 就是我會側重了是 博光一件事 外檔 如果你說外檔真的好 甚至反先回有利可途 一點都不出奇 如果你說當的場地 原來不是你外檔 那當我沒有說過 沒有錯都不定 因為多數都是神殿錦標 跑到在後面 中間那一隊跑得好 很多是黃席錦標都是 所以未必錯 我自己都是阿卡普城和麥加天神 可順一點 因為麥加天神是穩定的馬 而且阿卡普城 兩歲可以逼這些馬 來到三歲 我覺得只有更進一步 剩下其實就很難選擇 包一匹就是叢林貓 冠軍上就沒甚麼 不過平均表現的水準 經常可以跑到三、四名 說不定 大家混戰之下 他真的跑到自己的中心 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第一節談完王席錦標 第二節回來談兩場 呂王安妮錦標和雅士谷金杯 到了 MING PAO TORO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